音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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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曾經參加一個平台的行銷案 那它是一個很大型的一個活動 所以它曝光的地方是很多的 那有捷運車廂 有報紙 有雜誌 甚至電視廣告 那也許我們自己本身去做 如果自己來花這個錢是很大的一筆金額 那一般中小型企業都會覺得說去配合這樣子的一個活動 效果應該是會很不錯的 對 可是我自己經驗的累積是 單純你沒有去想好客人的需求 而去做了一個行銷的活動 你只是單純的曝光 未必是有效果的 那一次我也花了很大的錢 我覺得要一個行銷案一個行銷案 你要去想好階段性的一個策略跟目標 那就像我剛剛講的 執行完 檢討 修正 再做 這樣子才是用你自己適合你行業的經驗的累積 你知道你的消費者要的是什麼 像我們一些行銷人員 他有時候他想的未必是消費者要的 常常我們需要靠一些消費者的一些回饋 你自己要把它抽離 去好好思考這件事情來做一個行銷 行銷我覺得要貼近人心 對 你不要一直只是認為說你的商品很便宜 你的東西很好 我都已經講這樣子了 為什麼還是賣不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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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